白羊座,恶作剧之吻的女主角原湘琴,湘琴真是白羊座女主的代表,个性纯粗善良,行动比较朗壮,看似傻白甜,却很容易为爱情猛追猛打,一路上勇往直前,导演能用一般热情真确感动对方。 白羊女外表坚强,内心柔软,她们永远都不服输,在爱情的道路上很容易死心愿的看着一个人,就下定决心,不为人言的去追求心中所爱。 金牛座,旋风少女的七百草,七百草的倔强正符合金牛座女主的歌姓,她一路上走来兼职着自己的梦想,朝着目标撒笑汗水和泪水,在感情上,显得有些迟钝,慢热,不善于勇敢的表达爱,只是在和大家的相处中,渐渐的让人看到她接见的一面。 她声音甜美,长得清纯可爱,是正能量满满的金牛座女主角代表。 双子座,我的女孩中的周又林,热情活泼,诡计多端的她反应快,头脑灵活,还会说多国语言。 一张人出无憾的面庞下,是一个内心情感丰富的灵魂,简直就是双子座的代表,虽然处于声势困难,要扫善意的话,加半副加小姐。 演技精湛倒难以辨别,可内心却十分善良,要嘻嘻哈哈的过或再苦,也不让自己哭泣流泪。 巨蟹作,璀璨人生的于飞,可爱善良的于飞,是巨蟹作女主的代表。 温柔的外表下,是一个坚强乐观的女孩,可以微笑面对母亲的冷漠,也可以自己承担很多事情。 就无法忍受家人带给自己的痛苦,巨蟹女孩不能失去亲爱的家人。 她的内心柔软细腻,有着一颗纯净的心。 狮子座,来自欣欣的女仙颂一。 没错,狮子座女主的代表就是如此高高在上耀眼的顶级巨星。 她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,比较自恋,有些慕容无人,个性把她内心怀有善计,并且还有着大姐大的直爽。 爱上总能适时出现保护自己的都教授,接养闪耀的大明星最适合狮子座了。 处女座,最美的时光粗暗,知性概念的女白领是处女座的代表,她的工作能力非常高,可以称得上赤脂产白骨精。 但为了年少是一顿爱恋情愫,可以放弃自己的大好前途,选择潜伏在学长的公司做一个小小的职员,为了不破坏心中的奔情感,也为了把内心的爱完美的表达出来。 一直在等一个机会,处女座女主是精英型的,经常在工作中结识自己的另一半。 天秤座,泡沫之下中的影夏默,外表坚强,内心脆弱,拥有美貌和智慧的平凡女孩。 因为长得漂亮气质动人成为明星,大S版的影夏默,简直是天秤座女主角的代表。 相爱却害怕受到伤害,看似淡淡的个性,却有着一样。 阿弗洛迪伦的美艳气场,一头海藻般的卷发和深邃的眼眸,让人看了心动。 天蝎座,面包树上的女人成韵,作为一个要强的完美主义者,成韵在感情中,是一个十分深情长情的女孩子。 欺盼着拥有一段没有杂志,不被伤害,不掺杂背叛的感情。 这样的成韵是天蝎座女主角的代表,在爱情中更加需要的是一份充足安全感。 摄手作《Doctors》刘慧靖,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孩曾经拳脚功夫了得,逗得了流氓。 学得了艺术,虽然叛逆,但凡然醒悟后成为一流女医生。 这样酷帅的女主角简直不要太适合射手作了,大大咧咧的射手技能耍得了宝,正经起来也能干大事儿。 看起来温暖大方,骨子里却是个比男人都厉害的角色。 摩羯座,还团了恋人小瓶盖一天边,胆小怯落,却始终坚持梦想的追梦女孩,很符合摩羯座女主角特质。 她比谁都坚定,看似普通,实则拥有着极高的唱歌天赋,终于有一天在自己的努力坚持下,要众人听到自己的动人歌唱,一路上深获了美好的爱情。 水瓶座,可拉链人钻石女孩面躲,一个因丑胖而自卑的女孩意外,变成当美女事业爱情双丰收,心地善良,在经历上和水瓶女很相似,即使尝得再好看。 工作能力强,各方面都变得很优秀后,还是遭到男人的冷酷抛弃,最终牵手多年的男闺蜜,收获真爱,水瓶女们的爱情,往往就在身边的朋友当中落。 双鱼座,任意依恋陪秀至鲁蚁,内心善良充满正义感,因为人设要经历各种内心的故事,人生陷入悲情中,增添了伤感。 这样一个外表坚强,内心守着那段传真爱情的女主角,却不得不为了生气去让让其越男友,会自己,平凡的还能把泪水咽到肚子里,是让人心疼的角色,和我们的双鱼座女主角,处处可怜的样子类似,但多了几分怨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